另外一个我们要看到在台北的这个学校当中 也发生了小孩子J楼的不幸事件 这就是一个校园的安全问题 我们先来看到这个J楼的这个部分 竟然从五楼摔了下来 还好是有惊无险 那么这经过情形呢 是在台北县有一个国小四年级的女同学 她不小心被同学拉扯 结果就整个从五楼往下掉 她非常幸运 不便不已的撞破了三楼的遮宇棚 而卡在中间 只有腿部轻伤 但是所有的小同学都吓坏了 从学校五楼掉下来 却只有腿部轻伤的四年级小女生 被妈妈从医院带回家 依旧惊魂未定 一场惊魂剂 过程很离奇 事发当时的撞击力道有多大 看看这个大洞就知道 完完全全被撞破又撞穿 惊险承载着一个四年级的小女生 回到事发现场 午休时间 两个四年级女生在五楼聊天 当中一人口袋的东西突然掉落 伸手去捞 身体往前倾 就快要掉下去 一时勤急 拉住旁边的同学 结果反而把对方扯出护栏之外 幸运的是小女生不偏不倚 卡在三楼遮雨棚上 短短60公分的宽度 差一公分可能就会衰落出去 另外一个是掉在栏杆 脚伸在墙壁 所以脚有点痠 栏的时候是有点吓到 我再哭啦 学校老师合力救援 拉起受困的小女生 惊险一瞬间 遮雨棚救了她一命 但已经让所有人都捏把人看 所以信用白建华 郭小琪派报道